三月份演讲十一月,才来指控我侮辱元首卡丽, 我存有政治目的。 自己看,这样的内容合理吗? 厉害了,事情过了足足整整八个月警方才来采取行动。 卡丽在今年三月时的演讲内容曝光了。 她今天也爆料,原来警方传召她的主要原因, 那就是,她在今年三月时的一份演讲。 两天前,两位来自成信党的国会议员, 被指在今年三月期间, 演讲涉及侮辱国家元首苏丹阿都拉陛下, 因为被警方传召问话。 根据网媒透视大马的报道, 其中一名被警方传召问话的沙亚南国会议员, 卡丽沙默,今日接受该网媒专访时透露, 警方要求她录取口供, 此举她不排除含有政治动物目的。 她对警方指控她侮辱国家元首一事, 在上周五三十日, 被两名警员传召她录工而感到怀疑。 她说, 有关指控是在今年三月的一场政治演讲活动发生的。 当时, 在演讲时我是解释, 为何安安华已掌握一百名国会议员支持, 但在国会议员投票时, 却没有被选为首相。 现在的问题是, 这个演讲是在三月进行, 现在十月才来调查。 我怀疑当中可能含有政治目的, 因此, 我们就等看到, 案件是否会被带上法庭吧。 她透露, 目前警方的问题都已经得到回复, 但针对使她侮辱国家元首的指控, 她反驳道, 这是不正确的。 她说, 当时, 警方询问我, 在当时的演讲中所提及后门政府的定义。 我随即解释说, 后门政府的定义, 是政府不是从选举中而产生, 而是议员通过跳槽所产生。 与此同时, 我也解释, 并陛下之前的决定, 是只看看谁能获得多数议员的支持。 但是, 如果陛下不相信安华掌握一百名议员支持, 陛下还可以要求进行四轮投票。 据之, 诚信党副主席穆加西, 也因为针对今年三月, 曾发表质疑原首尾任穆尤丁任相的言论, 在前天也把五级阿曼录取口供。 根据报道, 在今年二月, 大马爆发喜来的政变时, 由于土团党主席穆尤丁, 与前公正党署理主席阿兹敏等人的叛变, 进而导致西蒙政府话台。 在今年三月, 卡丽莎默的演讲指出, 安华掌握一百名议员的支持, 足以形成多数票。 以下是他当天的演讲内容。 在这基础上, 我们把票投给安华, 并且相信, 如果获得一百零五名至一百零七名议员支持, 就肯定会成为潜在候选人。 但不幸的是, 当我们获知可以胜出并得到超过一百名议员支持时, 但元首不相信, 为什么? 因为一百人当中只有四十人是马来人, 其余六十人非马来人。